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颜色 不过这个摄像设备不专业 也看不出颜色是什么样子 无所谓 我们等它进去之后找一个像样一点的图片来看看 用手机录 co 颜色完全看不出来 它这个 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按键 最左边的按键是一个叫QuickFit模式 可以看到 用这个的话就可以在桌面上显示出 就是说纸张大小 以便你在编辑Word文档的时候 能够清楚的知道 你这个打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就不够了 一般不太需要 然后呢 第二个按键是快速切换各种模式 我现在用的是sRGB 这个可能是最标准的一个模式 然后reading model, darkroom model, sensory model, standard model, center model, game model, night view model 好吧 反正 模式挺多的 然后切换墙也比较方便 第三个键是向下或者说是向下的功能键 但也可以用来这个快速的调整音量 对 快速调整音量 声音还行感觉 然后menu也是推出键 menu进去之后可以调的东西也挺多的 第一个是这个各种的模式 然后第一个是各种模式 然后第二个是调调颜色 但是因为我用的是sRGB 所以说在这个模式下是不能调的 可以看到可以调亮度对比度 嗯?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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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和度? 然后色温和 skin tone? 这什么东西? 然后第三个是调这种锐度吧? 然后是哦!追脸模式! 哇!追脸!好屌! 哦!好像是说追脸模式 如果说应该有感应器 如果说你离开它会自动把显示屏关了 好像很高级的样子 然后第三个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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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了看不懂 然后这个是输入 输入切换挺方便的 然后这个是system setup 没看来好看的 好是这样了 退出 然后 然后 还有一个是快速调节 是要上后的调节亮度 在这个模式下不能调 然后是 它上面可以调 这个 估计可能是放了之后 过一秒钟 几秒钟它就变了 对就这样 好了